国民党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在脸书上宣示 将要成立反贪府监察院 直言第一案就要检举监委高永成 滥用职权政治追杀 新竹市调查站调查官于正皇 我们的监察委员不顾社会形象 公器私用 竟然要就案重查 也使得监察院真的沦为一个政治打手 所以现在罗志强 他要成立一个反贪府监察院的动作 我会全力的支持 罗志强团队将筹组反贪府监察院 人民现在最后一道民主凡件 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 我们将会一周一提告 把监察院行政院这一干官员 所做的狗屁倒造的事情 通通提告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爆发论文抄袭案 才刚刚和提告的于正皇达成和解 没想到监察院就要重启调查 他在2019年前后设计的泄漏真防案件 不过当时已经查无不法 并且结案 但现在又要重启 时机点来的格外敏感 我们的监察院里的监察委员高永成 竟然说要对于正皇的旧案重启调查 难道我们的监察院化身为东厂 要针对林志坚的学术论文抄袭案 要展开报复和秋后算账吗 主张重启调查的监委高永成 争议并非第一桩 过去弹劾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陈隆祥时 也曾经拜北还一案重提 再次进行弹劾审查会 甚至程序还不正义 难道这次又是复制加贴上再来一遍 陈年就按敏感时刻重启调查 难免不让人有额外遐想 要澄清没有政治操作 恐怕也得先用同样标准 检验自家人才能服众 记者刘鹏宇林柏睿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